嗨,大家好,我是Sofie 两个半月前呢,我做过一个视频呢 关于我的这颗罗尔兰 因为当时呢,它长了花芽 我做视频的时候呢,它的花芽呢 是一寸半长 那我现在呢,给你看一下它的花芽 往上看,一直往上看 这个位置呢,开始有分叉了 再往上 非常不幸 这个分叉呢,被掰断了 再往上看 再往上 再高一点 再高一点 刚才呢,是蹲着的 我现在呢,已经站起来了 那现在呢,我的胳膊呢,已经举得很高了 再往上看 这是顶上 但是呢,还在生长中 那它现在的花芽呢,高度大约是 两米的样子 顶上的这部分呢,还相对的比较柔软 但是下面这一部分呢,已经变得比较硬了 因为我出门旅行的这五周呢 它从 一个小芽呢,现在长到 两米多长了 而且这一部分呢,已经有点硬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这个位置呢,并不是它的九流之地 因为这些侧芽呢 它也会长得蛮长的 我应该呢,把这个花盆呢 从这个位置呢,拿出来 然后呢,看看怎么样 把它的这个花梗呢 处理一下 绑一下 让它呢,不至于 折断或者什么的 难度呢,有点高 不过我尝试一下吧 我现在把它搬到院子里了 我找了一条支撑杆呢 只有八十厘米高 所以的话呢,这个位置呢 是八十厘米 但是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因为呢 这段时间呢,它已经长得很硬了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或许呢,我在想呢 把这个支撑杆呢 先去掉 然后呢,把这个枝条呢 往外拉一下 然后呢,弄一个弧形 看看这样是不是可行 我终于做了点什么 就按我说的方法 我在这个盆的两边呢 放了两个支撑杆 然后呢 把它绕了一个大环 这样子 那眼下呢,这个部分 还相对的比较柔软 它如果再长长一点的话呢 我会把它绕回来 绕到这一边 接着这样绕 这样呢,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有的花枝呢 是朝着外面 朝着这外面 那有的是朝着里面 但是这已经是我能做的最大可能性了 总算是把它绕了一下 这样的话呢,不至于会 太容易折断 安心了一点 非常期待它开花 希望不久之后呢 我能够请大家赏花 不过呢,我觉得看样子呢 似乎没有那么快 怎么也要一个多月吧 希望我 希望我在六月初 出门之前呢 下次再出门之前呢 能够看到它的花 好的,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